美国加州野火不止延烧 受用所还爆发了 入流疫情 上百人集体感染 最新版本大富翁桌游 改了游戏规则 但戏虐新时代买不起房 引发了争计 他用四年时间 从灾民转为慈祭之工 68岁的幸福人生 重新定义 您好 欢迎收看11月17号 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今天北部和东半部地区民众 一定明显感受到 这气温转凉了 又开始下起雨来 紧接着华南云雨带的移入 未来一个星期 一直会到下周六 全台湾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 转为多云阴凉 低温也会介于 19到22度左右 提醒您 早晚出门的时候 记得要多加一件 保暖的外衣 早上一场大雨 让台北瞬间 时时冷冷 到了下午 天气立刻回稳 明天白天的天气状况 虽然说北部东半部 中部以北这几个区域 以及南部山区 还是有机会 下一些些的雨 但状况比起今天 都是缓和许多 北部东北部地区 也会从今天的 22到24度这样子的温度 高温部分 明天可能升到26度上下 至于南部 高温持续在28度上下 但得留意 早晚温差大 而天气短暂好转 到了18号白天过后 又将出现另一波雨势 明天夜间入夜以后 一直到礼拜一的清晨这一段 由于封面的接近 并且通过 所以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中部与北地区 可能在明天的深夜 到后天的清晨这段时间 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等到下星期一 东北风通过以后 在24号投票日之前 一周内各地低温 都会在19到22度上下摆荡 维持阴冷的天气形态 外出记得保暖 细带雨剧 白新闻范秀仪 张岳佳台北报导 而看看空瓶状况 北部地区因为今天下雨 这空气品质不算太差 不过南部地区 大气扩散不佳 AQI指数标高 高雄亮起了红灯 空气污染最为严重 不过现在又适逢了 上百所中小学的运动会 因此有学校是自行取消了 改为室内的趣味竞赛来因应 其实高雄教育局 早就明文规定了 从每年12月一直到3月份 是禁止举办运动会的 不过以空无现况来看 或许以后规定 还可能会更改 今天上百间的学校举行运动会 不过高雄市的空气品质 是红色景色 上午许多学校是立刻应变 取消运动会 因为空气变差了 所以我们要改地方 先回教室 放好东西 要移到室内场地去外境上 校敬开幕仪式后 低年级学生 马上往室内撤离 这样好不好 不好啊 因为高雄街里准备很久了 现在我们所启动的是第二的就是红色的备用方案 因为我们目前为止的是红旗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开幕典礼之后 就移到室内去做比赛 原本的运动会移到室内变成区位竞赛 尽管场地小 许多家长都赞成 外面跑步的话 西路的本层会过多 对身体可能会比较不好 好 预备 加油 加油 至于在橘色提醒的学校 人造场举行比赛项目 不过校方紧绷神经 现在以我们环保署这边的规范是橘色 但是如果是挑到红色的时候 我们就会先停止比较剧烈的在室外的一些活动 高雄教育局规定 12月到3月禁止举行运动会 许多学校赶在12月前举办 但受空屋角局 这场运动会肯定让校方忙翻天 大家一起进行王昭中高雄报道 健康话题要带您关心眼睛的黄斑部病变 严重的话不只会影响到视力 还可能导致失明 但接受治疗包含了针剂用药盒 开刀动辄将近30万元 并不是人人都负担得起 而所谓的眼睛黄斑部病变 还有干食之分 所谓干性的风险比较小 不过也有可能会恶化成失性 一旦是失性的黄斑部病变 由于会增生许多的血管 往长向了视网末的地方 还可能会引发黄斑部水肿 提高失明风险 患者是可以透过视前的申请获得健保给付 在治疗方面可以减少大约20万元的医疗负担 新先生双眼很有精神 戴着老花眼睛的她 其实两年前遇上了视力危机 满76岁那个时候 两眼都是1.2 看得很远 看得很清楚 但是突然间 就 我感觉 模糊了 视力模糊 跟老花近视的情况完全不同 确认因为退化 导致黄斑部病变 新先生要挽救视力 付出不少 我花出现的 总共应该累积起来 8万块有了 两眼都有失信老年性黄斑部病变 新先生打了最少8支针剂和开刀治疗 自费部分就8万 健保协助超过20万 她对于这种老人性黄斑部病变 她可以事前来申请 然后可以部分的来给付 那这个部分大概我们能够做就是预防 就是可以请病人补充叶黄树 或者是平常多摄取深绿色的蔬菜 医师表示 老人性的黄斑部病变 和上年年纪退化有关联 失信是血管增生 必须施打药剂或是雷射 政府都有部分给付 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影响视力 通常看起来就是 线会关区 更严重的时候 怎么就变褪色 透过方格表遮单眼观看 视线中央 隔线扭曲 甚至有阴影就得赶紧就医 预防剩余治疗 医师提醒 除了补充叶黄素 避免强光伤眼 还有使用3C产品有所节制 让眼睛多休息 才能避免伤害 大家新闻 主持人 肖黄树高雄报道 想要测量 最近有无骨质疏松 除了可以透过超音波 还可以运用S光 短短5分钟 就能够精准地得知结果 骨质疏松症通常没有明显症状 直到骨折发生 才知道原来是骨头被掏空了 一刨整个就摔下来 整个腿水断 然后在家哭了三天三一 骨骼是支撑人体的重要支柱 也是保护重要器官的防护罩 骨骼在医生当中 会不停代谢死骨细胞 移去老旧骨质 由造骨细胞 制造新鲜骨质取代 约在35岁以后 死骨速度开始高于造骨速度 骨质每年以1%的速度流失 40岁过后速度是两倍 50岁则超过三倍 而停经后的女性 发生骨质疏松的机会 是男性的6到8倍 我们通常会要建议是 在妇女是停经的前后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 可以开始去做一个 初步的一个衰减 那对于男性来讲的话 通常也大概差不多 就在50岁的这个上下 应该都要去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衰减 常见的骨质疏松检测方法 是两侧足根骨或近骨的 定量超硬坡检查 超硬坡的机器它的好处 就是它机器很小 那很轻便 而且每一个检查速度很快 足槐式骨命仪器 是提供大众初步参考的筛检 如果要确认骨质密度数值 就要做双能量X光吸收仪检测 一个是侧腰椎的地方 一个是侧两边的骨骨颈的地方 它的好处是很准确 因为它利用X光的能量上来 被骨头吸收掉 去换算成骨头的一个密度 民众只需躺在向床的平台上 让仪器扫描5分钟 就可安全快速获得 准确骨密度值的结果 那按照规定国际的规范的话 P值在大于-1以上 我们都认为是正常的 在-1到-2.5之间 这个时候我们的定义为 叫做这个骨质流失 那小于-2.5以下 就叫骨质疏众 其实站在骨质疏众的 防治的立场上面 -1到-2.5这段骨质流失的时候 是治疗最重要的时候 一时建议50岁以上民众 可每年做一次骨质密度的筛检 属于骨质流失阶段的民众 应把握黄金治疗期 避免骨质疏松 才能保住骨本 拥有健康好鼓励 国际焦点带您关注到 APEC亚太金河会 企业领袖高峰会 正在巴布亚牛井内亚登场 美国副总统彭斯 以及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都纷纷出席发表演说 彭斯他先是暗讽了 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 也强调在贸易战上 美国不会丝毫让步 习近平则是再度批评了 美国的贸易壁垒主义 整场会议可以说是 弥漫着浓浓的烟宵味 传统歌舞迎宾 南太平洋岛国 巴布亚牛井内亚 首次要上国际舞台 亚太金河会 在首都莫斯比港登场 尽管场外欢欣鼓舞 但场内光是企业领袖高峰会 就已经烟宵味不断 走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的老路 不仅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加剧 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 美中贸易战 依旧是APAC关注的焦点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边炮轰美国保护主义 是自我封闭 一边忙着推销一带一路 接着登场的美国副总统彭斯 尽管没有点名 但也暗算一带一路 是不透明的支票部外交 呼吁亚太各国 改与美国合作 彭斯也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对中国大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强调美国方面不会改变立场 没有出席亚太金合会 人在华府的川普也没有减少炮火 美国已经针对2500亿美元的大陆进口货品加征关税 川普强调不会妥协如果月底G20峰会期间 川习会没有达成协议 美国还会在针对价值2670亿美元的产品增加关税 在新闻预角编译 而美国现在面临最大的内容恐怕就是发生在加州的森林大火了 延烧至今已经超过一个星期 累计死亡人数增加到了71人 失增人口也攀升到了1000人以上 更糟糕的是现在灾区里头的收容所 爆发了集体感染诺罗病毒 研判可能是因为饮用水或是食物而传染的 整座城市触目所及一片焦黑 坎普大火肆虐北加州超过52000人流离失所 无漏偏逢连夜雨 现在传出避难中心爆发诺罗病毒至少150人感染 诺罗病毒非常容易透过食物或水传染 会出现呕吐腹泻和发烧等症状 目前出现肠胃不适的灾民 都受到紧急隔离治疗 加州野火肆虐引发各地爱心涌入 捐赠大量物资和衣服 不过现在衣服已经太多 志工呼吁不要再送进来了 天堂市经过野火蹂躏只剩一片焦土 当地民众表示他们现在最需要的还是这个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当地志工呼吁民众尽量提供灾民真正所需 协助他们生活回复正轨逐步重建家园 大爱新闻黄敬廷编译 刚刚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天堂市 现在已经沦为加州灵火的重灾区了 九成的建筑烧成了一片焦土 当地小朋友现在不止家没了 学校自然也去不成 有老师是在临时设立的图书馆里头 阅读绘本为孩子们书压 政府也计划了要兴建100间的检疫教室 让孩子们不至于中断了求学路 北加州野火失踪人口不断飙升 幸运保住疫病的灾民 心情也跟着其上把下 就连大人都难以承受灾难带来的压力 更在这些小朋友心里留下创伤 坎普野火重灾区天堂式的孩子 讲话特别成熟 因为逃离野火的恐怖经验 还有失去家园学校的悲伤 逼着他们瞬间长大 看在老师眼里好心疼 尽管没有教室 但只要人还在 哪里都是学习的地方 一本本书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都是帮孩子疗伤最好的解药 看着学生 学生只能在图书馆里课难上课 标特郡的教育官员也赶紧向外求援 想到充满读书生的校园不在 也忍不住哽咽 尽管野火无情 但有老师的耐心陪伴 外界的支持 天堂式的幻笑 不会间断 大爱新闻 宇角编译 目前灾区的各收容所物资还算充具 不过住不进去的收灾居民 有一些只能够暂时的 骑身在停车场搭帐篷度日 此季志工前往给予发放毛毯 给一份及时的温情 志工驱车前往西口市的 在高速公路上烟雾弥漫 入业后这里的气温降到摄氏零度上下 志工来到帐篷区 为受坎普大火烧毁家园 被迫逃出了灾民发放毛毯 从台湾到爱 感觉 它是製造的製造的製造 真的吗 真棒 製造的製造製造的製造 真棒 製造的製造 真棒 谢谢 谢谢 兄弟 谢谢 兄弟 照顾 谢谢 兄弟 谢谢 非常感谢 你们感谢这些事情 非常棒的 谢谢 谢谢 祝福 志工的每个拥抱 都是最深的祝福 我的父母失败了她的地方 她失败了她的地方 所有的朋友失败了她的地方 我的妹妹失败了她的地方 我的妹妹失败了她的房子 你们认为她失败了她的房子 我们很幸运 对 这一处帐篷区 预计在周日下午将要关闭 届时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 将成立灾难恢复中心 慈激志工之后 也会与其他慈善团体合作 提供灾民最适切的服务 整体事件竟然是串通好的爱心闹剧 这是发生在去年 美国一名女子她在网路上po文 说自己开车看到半路突然没钱加油了 乔云一名街友她掏出了身上仅有的20块钱美元 为她加满油解围 而这故事在网路上获得了广大回响 她因此募集到了40万元的美元善款 要来帮助这一名街友自立 不过后来这名街友竟然是自行爆料 整体事件是他们串通好 自导自言要诈裁 这是因为这一名网路上这名女子她私吞了善款 才会东窗事发 现在两人都面临到诈欺罪 十年有期徒刑 原本让人感动的互助故事 现在查出竟然是一场骗局 去年10月 新泽西州一名女子麦克卢 在社群网路上表示 自己开车开到一半没有油 孤立无援 遇上一位街友博比特 用身上仅剩的20元 卖油帮她解围 呼吁民众捐款帮助博比特 但新泽西州柏林顿检方 深入调查之后才发现 整个故事都是捏造出来的 她没有用油 当时麦克卢跟男友频频上节目 发起网路募款 要帮助这位退伍军人 重新走上正途 感动超过一万四千网友 慷慨解囊 募款超过四十万美元 Kate McClure和她男朋友 Mark D'Amico 发了一段视频 他们告诉他 帮助博比特 有多少钱 那是我的生命 但全都在 最后这名街友却一状告上法院 指控麦克卢跟男友 私囤善款买高级车 参加豪华旅游 这对情侣还上节目喊冤 目前三人已经因为诈骗等罪名 遭到逮捕 恐怕将面对十年的有期徒刑 尽管网路募资平台强调 会全额退还所有善款 但由于正值感恩节 耶诞节的捐款高峰期 不少慈善单位也担心 这起事件会造成负面冲击 呼吁民众不要因为 这起事件就不愿捐献 但付出爱心之前 还是要睁大眼睛 答案新闻预角编译 相信很多人在小时候 都曾经玩过这款 老字号桌游大富翁 最近推出了新的版本了 叫做千禧版大富翁 不过游戏规则 不再是买地买房了 而是从各种活动 像是喝咖啡 旅行等等 来赚取经验分胜负 不过游戏中 不断传塔的一种讯息 也就是时下年轻新世代 买不起房地产 类似的这种嘲讽式雕语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英国网红拍影片 利用大富翁游戏 奉辞千禧世代 负担沉重 没想到美国游戏公司 真的推出千禧世代版的大富翁 不像传统版本 只玩房地产游戏满地收税 赚取金钱来分胜负 而是要玩家从活动当中 赚取体验 你赚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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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一整个星期的 训练 或拿那些赚取金钱 去你的最爱的 艺术咖啡 翻映出经济活动的改变 买地买房 不再只是致富的唯一途径 不少人觉得新玩法更接地气 但游戏封面的宣传标语 却让人很感冒 游戏规则甚至包括 现实生活悲债最多的人 可以优先指骰子 让不少玩家抱怨 但新版大富翁 对新世代的冷嘲热风 有点过火 虽然争议话题不断 但也带动游戏满气 不少卖场已经销售一空 让老牌的桌游大翻身 《大爱新闻》 宇江编译 台中华博会开幕之后 每天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参观 唯一免门票就能够入内的 峰园 葫芦敦园区 是很多人参观的第一站 台中刺激医院 正就负责该区的医疗服务 设置了总共有三座的医疗站 除了紧急提供 傷病治疗后送之外 也能够让临时身体不适的民众 有比较舒适的地方可以休息 游赏台中华博 唯一免费的峰园葫芦敦园区 即使是正中午 一样吸引大批游客 我觉得跟台北比起来 算是漂亮很多 童话园区 梦幻主题 大家忙着拍照 还有县市庭园区 澎湖县利用浸滩回收物造景 环保有创意 養殖的湖球 保利笼 还有宝特品的盖子去做的 让游客知道说 要珍惜这个我们居住的环境 台中花博风云园区 由台中慈激医院 负责设置三处医疗中心 为受伤或身体不适的游客 提供即时服务 主要是那个小朋友 他可能就是来园区玩 然后太兴奋了 然后跑跑跳跳就 就很容易跌倒 大部分都以擦伤为主 汤口的清洁的用品 然后还有一些外伤的药膏 还有一些休息的地方 如果民众就是有不舒服 也可以先进来休息一下 花博风云园区 由东到西长1.8公里 设有巡回巴士 方便长辈及生长者 也能够轻松游赏花博之美 大海新闻张国端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 慈济海外培训着 慈程委员的金金言行营 其中这么一位海外志工身影 是来自于菲律宾的蔡新宝 她本身是经营饭店的实业家 白手起家 特别能感受到 贫病家庭的苦楚 从一整中认识 并且认同了慈济 还曾经在封三时 提供自家的饭店 给慈济无偿使用 她回馈社会的信念 可以说是一步一脚印 2016年11月 慈济在菲律宾那卯 举办三天大型议诊 蔡新宝亲眼所见 许多原本未病所苦的老人家 不花半毛钱就获得医治 感动慈善力量如此之大 决心加入慈济 我看到我们的救灾物件 都要一个一个放得很整齐 来到台中禁思堂 参与海外营队 蔡新宝货赠写有禁思语的手帕 这将是她今后自我期许的方向 大爱新闻的亚平蔡玉凯台中报导 让海外家人回到台湾 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台中慈禁医院在院长带领下 今天大衣王们是玩起衣袖走进了厨房 用心准备各式的素食佳肴 大衣王变身香肌大厨 从洗菜开始 每片叶菜都得洗得干干净净 洗菜切菜 掌厨炒菜 台中慈禁医院大家长 检手性 动作俐落 看起来相当手忍 这一份的一个对他们的敬意 放一点点一点一点 那样的佳肴 我相信也可以让他们回去 多一点点那样美好 在温暖的地方工作 那种感觉 其实是比较 心里也比较暖 把温暖跟关爱传给海外家人 上菜咯 每道佳肴都有爱在里头 大爱新闻正下美志工 黄玉佩 陈绿巧 台中报道 正言上人行脚到了桃园禁司堂 展开为台湾慈禧志工的 第一场受证 而下午则是岁目祝福 聚集了1200人共同参与 分享菩萨道上付出的点点滴滴 照顾妈妈因为她是单亲自信师傅 从她十天以上跟妈妈的关怀及协助 给予我们很多爱和温暖 云林师姐 自信师兄 还有法亲家人们 给我满满的爱 让我很开心 我可以手心向下第一人群 把爱再传出去 台上分享满满的感谢 他们口中的云林师姐 已经满头白发 但做慈禧志工 她希望能把温暖带给更多人 郑云林担任社区的房市志工 长期的陪伴 无私的付出 都让受关怀的对象 把她当作一家人 温暖社会的各个角落 每当有灾难发生 慈禧志工总是能立刻动员 今年的花莲地震以及823水患 都能看见志工将热腾腾的餐食送到灾区 慈禧人的动作总是那样的快 大家那一分的愿意付出 点滴汇聚成为大动员 所以爱的能量 一个人都少不了 商人行轿到桃园 满场超过1200名的慈禧志工 感受温暖也更坚定自己的使命 为人群付出 为天下减灾 大家许王金的群好 桃园报道 马来西亚慈禧人前往沙巴州偏乡 为当地居民进行大规模的议诊 五个小时看诊了500多人 罢出病苦 直到慈禧要举办免费的医疗服务 村民一大早就来等候 想把身上的毛病一并都给解决 超过百位的医护和志工 提供多个别的诊疗服务 还有胃教 增加居民的卫生意识 如果我们不来到这里 我们在这医院医院 我们在这医院医院 我们在这医院医院医院 谢谢我们来到这里 一定会请你 完善医疹服务 万善的医疹服务 让平日甚少看病的村民 得到基本的医疗照顾 病人的牙刺色的确是 已经是烂了的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我们要讲叫 về教育他们 所以我希望就是接下来的医疹 我们可以做到更多 就是说可以再做宣传 如何去让他们自己有那个心觉 去保护他们自己的牙齿 五个小时的疫诊 服务超过五百人次 此季仁义为偏乡居民 守护健康的爱 也将年复一年持续下去 大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 吴秀经 谢念祥 马来西亚报道 至于强政迁起的因缘 此季今年在墨西哥 最后一次的疫诊 除了志工和仁义会 还有一群来自于 纽约的慈情同学 他们随时补位 在复出中学习长智慧 在后面讲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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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师父已经教了我们 我们必须变成年轻的年轻 幸运 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 可以来到过去 做了什么 国家的灵力 现在我身为了 组组的医院 我身为了治疗医院 所以我身为了治疗医院 所以我身为了治疗医院 I would say it'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n my life that I feel like gives me a real sense of fulfillment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me to be doing something for the greater good without having to get anything in return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to be selfless And Tzu-ji has always taught me that from a young age I've never experienced it before I've done some local disaster relief like hurricanes hitting Texas But to see Tzu-ji operate on such a large scale is very inspiring I'm never able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of such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aces Without any barriers I think that's the most inspiring thing about Tzu-ji Where they can interact with so many different people This is my first foreign international mission I'm helping all the patients taking their blood pressure, their temperature, their blood glucose And I'm also taking their pulse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s alright We want to help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I'm a young person right now, I'm still in college And I feel that with this great opportunity I can actually begin to begin a path Where I can start on this path of giving with Tzu-ji The local volunteers, they need to We try to train them to be more independent Which means they can learn how to operate the whole free cleaning service Hoy estoy apoyando a la Fundación Suchi Porque es una fundación que da mucho amor Mucho amor a todos los mexicanos Ellos quieren a México Cuando fue lo del sismo de septiembre del 2017 Pues vi el apoyo de la gente Y entonces pues dije Bueno hoy ya estoy un poco más tranquila Y pues yo también puedo apoyar Les agradecemos mucho Maestra Chen Muchísimas gracias Porque nos manda unos grandes guerreros Como son todos ellos Que vienen a dar sus consultas gratuitas Desde muy lejos Los amamos Maestra Con todo mi amor y amor de México Que la ama Viva México And viva Tzu-ji Viva Tzu-ji Gracias 有此一份好奇 帶着他走入此祭 2011年 當时泰國遭逢了嚴重水患 其中有人情感 questo получ температу Ko shalt raging 培訓 結果是越做越歡喜 如今已經是正式受證的刺激人了 2011年泰國大水賊 當年61歲的柯佩發是賊名 首次簽譽刺激 以供待證 安殺 走走 安殺 安殺 走走 我吃了十分鐘 我吃了幾餐熱便當 領了慈激待證經 又看到在志工帶動下 家園短短四天就清理完畢 柯佩發的感動不止眼淚而已 他開始用雙手雙腳實踐自己說出的話 做環保也參與培訓 十八歲了 當年12歲的餐廳 就等於十八歲了 還沒了嗎 承擔起環保獎師 更正式受證為慈激職工 從對此季這個團體的好奇 一步一步帶著他探尋 直到說他所做做他所說 柯佩發找到了人生答案 每一個人說 他要拿回來 還沒看見我 就讓我還在做他 如何減少生活當中的負能量 讓情緒不超載呢 今天下午在慈激人文職業中心 舉辦的禁思書宣心靈講座 就邀請到了臨床心理師洪仲青 來進行分享 我們在面對我們的情緒 很重要是一個幽默感 很重要是能夠看到事情荒謬的地方 有多年臨床經驗的心理師洪仲青 採用輕鬆態度來談負面情緒 還鼓勵民眾要反其道而行 學習擁抱自己 當我們去逃避面對這些情緒的時候 反而把這些情緒養大了 那如果我們可以去面對這些情緒 再擁抱這些情緒的時候 反而這些情緒會回到他原來的樣子 負面情緒主要是內心需求沒有被滿足而產生 專家建議可以透過進行練習 聆聽自己的聲音 釐清內心情緒 開始感受我們身體的狀態 讓我們的注意力 可以跟我們的頭腦保持距離 那是一個可以幫助我們 不管是面對情緒的 或面對各種人困擾的方式 鼓勵民眾花點時間都與自己共處 從內在建立自我的肯定 就不會因為壞人的評價影響情緒的發展 大愛新聞 女士先生李建寬海北報導 能夠配合身障朋友的身高 調整高度的廚房流理台 還有將電動床和輪椅交相結合 這些特殊設計的輔具 能夠讓身障者的日常生活變得更為便利 眼前的平台能想像一下它的功能嗎 適合它可以吃飯的高度 最低多少大概 最低多少 按下桌邊的按鈕可以調整高低 讓人自在使用 對 轉過來這邊之後 我直接這樣放下來就可以了 流理台的水龍頭可以收納 接著移動桌面 原本的烹煮台秒變桌 這邊主菜說 你等一下想吃什麼 我這樣煮一煮就得吃 然後吃完了之後 大家也可以全部做到一點 這是智慧升降 迷你流理台 目的是要讓賞 和家人親近的行動不便者 可以進廚房 可以從電動床 直接分離出來變輪椅 就減少了這個移位的一個過程 還有這一邊是電動床也是輪椅 這設施希望提高行動不便者的移位效率 降低照顧者負擔 它可以從躺到座 然後還可以移行到其他地方 就是像這個部分 應該會促進老人家很多的自力資源的部分 這樣子 強調尊嚴自利 新型輔具的設計 多了巧思與貼心 你如果在前端 你稍微有一些些不方便的時候 你善用一些輔具 或者把它很無感的融入在居家生活當中 你反而可以預防退化 全方面的思考邏輯 同樣的輔具 使用角度和強度經過調整 被照顧者和照顧者都能夠受益 老年化社會 擁有尊嚴的自利 搭配適當器材 讓生活更順暢 大新聞中的蕭文樹高雄報導 此季科技大學 今天舉辦了29週年校庭 不只全校師生熱情投入 海外姐妹校成員 也都前來同聲歡喜 振奮的鼓聲 為慈濟科技大學的 29週年校慶活動揭開序幕 來自中國 日本 紐西蘭 以及芬蘭各姐妹校的教授 共同參與了這場盛會 這一次的話 我們的姐妹校大概來了11位 那主要來一些是我們的 姐妹校還有一些實習機構的 也是鼓勵我們的同學 都到海外去看看 增長他們的視野 跟學習一些先進的一些技術 在原住民博物館 穿著各族群傳統服飾的學生 熱情歡迎嘉賓的到來 教授們放下身段 和學生們一起跳著原住民舞蹈 另一個引人注意的地方 就在田徑場上 率先登場的個人決賽 選手們努力為自己 爭取最佳成績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從之前就有在練田徑 然後很開心 曾經沒有推到太多 資深員工 優良教師 傑出校友等 都獲得表揚肯定 成為學生的最佳典伴 帶來新聞 紅旗溫國家 畫聯報道 1124公投投什麼 第十案 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 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 婚姻限一男一女投同意 婚姻不限定一男一女 投不同意 1124投下你神聖的一票 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北部明顯下了雨 不過下午的時候就明顯緩和 主要是這邊有水氣明顯通過 有兩個地 這個接近到越南 不過沒有變成颱風 這邊還有一個有機會發展起來 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台灣受到封面的影響 禮拜天禮拜一會容易有鎮雨 那注意這邊還有這邊 這個會發展起來 那有機會變成27號颱風 不過可能還是過幾天 大家還不要太急 等到有成為颱風 再來看會不會影響台灣 都還來得及 大致上未來這整個禮拜 都是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大概會有兩波比較強的 昨末禮拜天禮拜一是一波封面 接下來禮拜三是一波 然後接下來禮拜天還有一波 禮拜六大概是一個空檔期 所以最近大概都是東北風型的天氣 大致上天氣不算太差 但是就是北部 東北部迎封面偶正雨 那未來這兩個地氣 會不會成為颱風 都還有待觀察 這個12月有颱風 11月有颱風 都是很正常的事 大家不必太過驚訝 大致上整個禮拜天 大概逃出沒有 以北容易迎封面偶正雨 越迎封面越多 那西半部很穩定 然後到了禮拜一呢也是一樣 可能浴室會大一點點 禮拜二呢剩下淫封面的 短暖性的正雨 所以要留意這樣的一個變化 特別是你看你所在的地方 就知道哪裡會不會下雨 你看就知道了 不用我特別提醒 大家看的已經很習慣了 禮拜一的雨勢可能會稍微多一點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大致上呢禮拜六呢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南部的空氣品質 高雄屏東要注意一下 特別是高雄敏感族群呢 盡量減少外出 事實上是所有族群不健康等級 要注意一下 那另外呢在這個溫度上面 北部呢稍微略降 21度 今天晚上21度有點涼 不過沒有到達很冷的地步 然後在東半部呢 也有一點變涼的這個溫度 西半部呢其實相對之下 天氣還是穩定的多雲稻晴 禮拜天更是如此多雲稻晴 那雲嘉南呢到高屏要留意一下空氣品質 可能會到達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北部呢容易有些震雨產生 北部從台北 新北 基隆到宜蘭到花蓮 都容易有些震雨 要稍微留意一下 中南部溫度呢還有28到30度 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所以大致上呢週末到下週一 封面接近 中部以北雲量增多 南部穩定空氣品質稍微差一點點 那下週呢大概有兩波東北風的影響 對台灣天氣來說的話不算太差 下個週六天氣也都還可以 所以請大家好好珍惜 但是要是有意的就是說 這種群聚的活動也是很容易傳染感冒的 大致上溫度沒有降太多 但是呢還是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還蠻重要的 我們來看詳細聽數據 今天請你覺得我沒用 我沒有想過 我們今天會來看詳細聽數據 給大家看 沒什麼 快掉 這個雙子 最新的 輕人 我們要抓他 請你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新闻 感恩您加入 祝福您全家平安顺心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